趕到二兵慰問死者家屬 今晚前一天忙到半夜 台北市長柯文哲 依然打起精神作證指揮 表情凝重還看得出一點疲倦 但發生重大意外事故 造成33死悲劇事態嚴重 柯文哲秉持的醫師精神不喊淚 因為現在還在鑑定 到底這個事故的責任 所以我想等 科學的鑑定結果出來以後 確定這個責任歸屬 稍微不然去處理那個賠償的問題 千萬親自作證災害應變中心 不時盯著賴群組回報 了解最新進度 事發後北市府晚間十點 就緊急開設災害應變中心二級 並派副市長鄧家基 前往事故現場指揮 直到搜救告一段落 柯文哲更親自前往醫院探視傷者 接著轉往二兵關切 直到凌晨一點多 我們都有分工嘛 副市長到第一線 那市長在災害應變中心 昨天整個急救運送 還有整個到殯儀館的處理 都表現得都很好 由於傷者分散六家醫院 北市社會局也即派人 到各處協助家屬 並表示將提供傷者和死者 分別五千及兩萬的 急難救助金 二兵也成立緊急處理中心 協助驗屍工作 多管旗下 科皮從一面中心奔波醫院 二兵 短時間內分配任務 把效率發揮極致 發揮外科市長本色 展現危機處理能力 這有程序黎一璇 SAG小組台北報導